受到疫情影响 全台民生经济也大受冲击 财政部最新资料还显示 在嘉义市110年度的盈利事业营销额 居然是逆势成长 达到了2537亿 比起去年增加了221亿元 首度突破了2500亿 嘉义市长黄敏惠也提到 是市府团队全力推出各项纾困振兴 来成功带动了消费 帮旅宿观光业者迎来广大的旅客 嘉义市府满满的都是人 市民抢着参加购物节 满千送百的活动 不只带动消费 更让嘉义市的盈利事业销售额 大大提升 从108年的2311.9亿 一路直线上升 110年突破2500亿元 达到2537亿再创新高 面对疫情的挑战 我们能再创历史新高 这是真的不容易 是大家一起努力达成的 碰上疫情夹急 但嘉义市府全力拼振兴 用旅宿补助支持住宿业 还举办购物节 光之银五更补发2000元消费金 让嘉义市的整体经济逆势创新高 旅宿业在去年盈利事业销售额 比起前一年成长超过了50% 因为我们找对方向 对症下药 补助国旅团客 帮助旅宿业者迎来广大的旅客 黄敏惠把亮眼的经济表现 归功给市府团队 还有全体市民 更让外界看见 嘉义市府振兴紓困的决心 谢谢三城五 嘉义报道